台鐵工會不滿政府強推公司化條例 在五一勞動節不加班亦是抗議 其實台鐵工會並沒有反對改革 也不是反對公司化 否則他們何必拿政府的版本來做些微修改 然後提出公會版本的公司化草案呢 但遺憾的是 政府不但完全不願意正視公會的立場 甚至開始情趣勒索 或用污名化的說法來形容台鐵工會 制造一般民眾和台鐵員工的對立 明明是政府硬要和台鐵基層作對 卻不准台鐵用合法的手段反抗 這樣合理嗎 台鐵工會反對的是 政府完全沒有溝通 而且完全忽略最重要的安全 台鐵改革會成為熱門話題 就是因為安全問題 但政府的公司化條例完全不提安全 整個看起來政府就是把財務看得比安全還重要 難道公司化之後就能直接帶來安全嗎 這樣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台鐵即便公司化之後 也不可能像常規公司一樣進入市場機制 還是會受到政策牽制 日前就有台鐵員工投書表示 台鐵必須營運支線服務高鐵乘客 但支線長期虧損卻是台鐵康 另外也要配合政府政策推立體化 捷運化以及維持偏遠車站營運 這些都會讓營運成本增加 而成為台鐵虧損的原因 但政府卻不准台鐵調整票價來反映成本 先前在立法院的工廳會中 工會代表也提到 這樣的政策虧損得應由政府承擔 但是政府卻只有提供少少的補助款 如此一來 公司化之後的台鐵也必定會持續虧損 沒有辦法正常營運 台鐵除了被政策綁架導致虧損 人力短缺和設備老舊等等也是問題所在 而且這些都會影響到安全 但是要如何改善 卻是政府一直沒有規劃 也一直沒有說清楚的 如果像王國才說的 安全是現在進行式 那為何不協進公司化條例 讓行車安全和設備維護 都有一個時時刻刻可以存在的SOP 或是規範可以依循呢 再整理一次重點 政府的台鐵公司化草案完全不提安全 而是著重財務 這樣的公司化 並不會自然而然的帶來安全 而台鐵工會就是不滿政府忽略安全 又不願意和基層溝通 才會反對政府的提案 台鐵工會沒有反對改革 政府不應該帶風向污名化台鐵人 製造民眾和台鐵人的對立 也不應該用各種美化的說法 來掩蓋自己完全忽略安全改革的事實 台鐵經營問題包括 政策虧損、人力短缺、設備老舊等等 在政府的公司化草案中 完全看不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做法或規劃 缺乏規劃只會導致公司化後 也無法改善 本期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看完有什麼想法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